嗨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翻课堂 这节课呀在小翻课堂来了一位小嘉宾 他是谁呢 我叫刁海招13岁上初一 哦原来是来自初一的一位同学 那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了海招 海招在这一次的期末考试当中 他的阅读仅仅扣了一分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集和绝招吧 多亏听了小翻老师的课呀 我一定要好好听同学们 奋起吧 小翻老师讲的那个课外读 为我们期末考试课外读正式录用 很高兴碰到这篇课外读 对我的分提升了不少 我仅扣了一分 还算比较满意吧 下次争取要不扣分 好的好的 那也恭喜海招获得了这个阅读这么好的成绩 仅扣一分 全面没有满分 他扣的最少了 好像是植入广告一样 肯定会有同学想 老师你为什么把植入广告拉到你的课堂 正好今天海招来做课我们的课堂 所以说我跟他交流 然后问期末考试考试怎么样 太太告诉我这个小姐觉得很开心 也就是我们小翻课堂的一天 阅读正好他们考试考了 所以一定要认真听课 仔细去看看我们的讲义 这节课还有一篇课文 小心下一次考试就是它 小翻课堂从那个近期以来就开始了一个系列活动 叫做饭团来了 台湾有综艺节目 康熙来了 我们就是饭团来了 饭团都是 我就不说了 是怎么过来的呢 一团一团的 好了 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小说这种文体 小说大家都比较了解 是吧 上课看下课也看了 那么今天要学的是环境描写的作用和概括人物形象这两种题型放在一起 我们来学习 环境描写的作用 咱们会总结出来几条 你必须要会背下来 就建立自己的环境描写抽屉 另外 概括人物形象有哪些题型 怎么问 用哪些公式去答 也会给大家总结出来 下面 咱们就先来看第一个小说知识点 叫做环境描写 那同学们知道 在小说当中环境描写都分为哪些种吗 海招知道吗 I'm so sorry 老师我还没写到小说呢 来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知道环境描写都有什么 你看有写天的 有写海的 有写树的 注意了 海天树这都叫什么环境啊 大自然对不对 这叫自然环境 是吧 那还有写楼的 有写车的呢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小说当中 环境描写呢 一共是分为两类 它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在小说当中 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人物活动提供了一个场所 没有说一个人出来哈 然后就周围什么都没有 就他一个人 这肯定不太可能 即使像我们看的电影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引力呢 地心引力 对吧 他也是漂浮在太空当中 虽然周围没有这些什么花草树木 但是也有一些陨石啊 然后有一些这个能看见地球啊 这也叫他活动的环境 失重的这个状态 那么大家看 环境描写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描写 这就意味着他俩会有不同的一些作用 那么我们看什么叫社会环境描写呢 这个是同学们经常分不清的一个地方 自然环境都知道 自然当中的景物都算 人为环境 哎 还叫说的对 人为环境 你比如说呀 我们到了欧洲 比如说法国的一些风情小镇 你明显的会能感觉出来这个建筑 跟这北京胡同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再想一想 比如说我现在穿越 回到了民国 回到了清朝 明显感到了这大街上 你一走是不是就知道 大概是哪个朝代了 你一走就知道 你肯定是穿越了 对不对 那其实花草树木也是一样的呀 你怎么知道 你就穿越回清朝了呢 从哪些判断 一个清朝人书店 穿的都那样了 大褂 然后发现那个房子都不一样 对吧 所以通过这些人文景观 我们也能判断出来自己生活的时代 那么好 这些都是社会环境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 究竟在小说当中 这些环境描写 包括社会环境 也包括自然环境 它都有哪些具体的作用 像这些作用题 它是考试当中最容易设点的 一般的考法就是在原文当中 给你画出来一个环境描写 然后说 请你说一说 这句话在原文当中有什么作用 那你注意 分析这句话的作用 可不是简简简单单的 就说这句话写了什么 而且你要知道的是 这句话它是什么环境描写 然后再有什么作用 明白吧 那我们就看 统一的环境描写的作用 第一点叫做 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或背景 增加故事的真实性 没错 那么 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和背景 每次给你讲鬼故事 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对吧 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这是什么环境描写 自然环境 对吧 告诉你是黑天 没有说 哎呀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爬出来一只鬼 有兵吧 这鬼 是吧 挑大白天出来 不想活了吧 你会发现 他总是 告诉你这个故事 发生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或说 在一片荒凉的墓地当中 你就觉得 这鬼出来有门 对吧 那么 交代故事发生的 这个时间和地点 然后还能增加故事 的真实性 对不对 还照一只剪头 一般来讲 像 如果他给你画线的 这个环境描写 出现在了手段 同学们把手段 写在这个 交代故事发生地点 背景 增加故事真实性的旁边 为什么呢 是不是得故事刚开头 我就告诉你 他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他的背景 故事都讲完了 然后我告诉你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夜晚 发生在一个墓地 你觉得有用吗 基本没用了 我上来就得告诉你是 发生在墓地 发生在夜晚 营造了一个特别恐怖的环境 对吧 所以说 这个 就是一个做题的小技巧 你不但要知道 这个环境描写具有 这一个作用 你还要知道 一般来讲 它出现在什么位置 出现在什么位置 咱们用什么招去对付它 那么一般出现在是手段 我们看一个小例子 来听海招为我们读一下 变色笼中开头的环境描写句子 景观 傲处美洛夫 穿着新的军大衣 手里拿着个小包 穿过市集的广场 四下里一片寂静 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 小铺和酒店敞开大门 无精打采 地面对着上帝创造的 无精打采的 无精打采的 面对着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 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 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好了 这个哈 无精打采注意这个字 就像我小时候读课本 说一颗花生病了 然后我有一同学站下来读 一颗花生病了 老师说 这跟花生有什么关系 那花泄了不就接花生了吗 好了啊 那么你看这个地跟面连着 看过一个笑话 说你们现在还分得清 得地 地啊 和得吗 还分得清这几个字吗 基本分不清了 好 小白老师告诉你 一句话来分清这三个字 听海招为我们读一下这句话 我家的地得扫了 是不是直接分清楚了这三个字 我家的地得扫了 分清了吧 好了哈 这就是中国语言的博大精神 是吧 好了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一小子 我发现海招一来到我们的课堂 凡是有饭层来到我们的课堂 我就格外的兴奋啊 马上就变身了 那我们看 整个这一段 他对这个环境的描写 首先告诉我们 四下里一片寂静 然后呢 你会知道 它是发生在什么地点呢 广场 广场 不是发生在谁家里头 然后你还知道了 整个这个环境啊 小铺和酒店 然后店门附近连一个乞丐都没有 就整个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有点清冷 不是说在一庙会上 全都是人挤的那个你死我活的哈 身上各种名牌鞋印啊 那么这个环境其实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一个社会环境描写 告诉我们整个故事 它发生的一个社会背景 整个这个社会背景 就是有点寂静 然后街上人不是很多 比较清冷的一个社会环境 就像大年初一的北京啊 在长安街我 我逆行走 我都呢 我横着走 我躺着坐地铁 完全没有人 特别的冷气 你就觉得好像 像一座空城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一部电影叫 我是传奇 就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 就是你一个人跟他的狗 人家就去哪个商场 你一个人没有 你就会感觉 这种清冷的社会环境 让你毛骨悚然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环境 其实它为了说明什么呢 读乎课文的同学都知道 它是要反映在沙皇统治下 景观献兵对人民的压迫 人赶着就这样走 我出来抓你 然后怎么样啊 管你要钱 你酒店要什么都开着 我进去胡吃一顿 不给钱都走了 所以大家赶紧关上门 在屋里躲着吧 外面不太平 所以就不热闹 对不对 好 那这是一个典型的交代故事发生地点和背景的 而且增加了故事的一种真实性 让你明显就联想到沙皇统治下的那个整个的社会阴暗的环境 好 那这是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 什么作用 渲染气氛 烘托人物的心情 渲染气氛 读得太标准了哈 都能赶上波音园了 气 氛 非常好 那像刚才我说的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你突然看到了 你突然看到了 突然看到了 这是一种恐怖的气氛 对不对 那么大家看 故乡的第二小节 冷风吹进船舱中 呜呜的响 从缝隙向外一望 仓皇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 读完这一段 你挑出来让你觉得这个能反映气氛和人物心情的一些词 气氛 心情 冷风 冷风 瘦瘦的吹呀 然后呜呜的响 呜呜的响 没风 仓皇的天 仓皇 人员横着 横着 横着 几个萧索的 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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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萧索对不对 还有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 那么同学们看 这几个词 让我们一看 比如说冷风 仓皇 萧索 感觉就有点像那种 就是秋冬 或者是就冬天 然后马上要转向春天那种 就是很冷的时候 对吧 然后这个天空 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 看啊 天空湛蓝湛蓝的 这也会让你整个的心情非常的好 那像这种景色 明显就是破败的 荒凉的 有点像马志远的那首诗 哭疼 老树 婚鸭 对吧 就是这种萧瑟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 其实它是渲染了一种什么气氛呢 凄凉 凄凉 对不对 凄凄 惨惨 凄凄凄凉 凄凉的一种氛围 那么再看 就像这种环境 作者能高兴起来吗 不能 基本高兴不起来 对吧 那么凄凉的环境 一般人物有什么样的心情 思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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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被点了 被点了 要不就思乡了 总之是不是不爽的一种心情 对吧 它的心情一般也是 低落的 对吧 我们其实在那个古诗词鉴赏里面 经常会讲到 叫做这个 哀景写哀情 乐景写乐情 就当你写的景色非常凄凉 潇涩的时候 一般反映的都是诗人一种非常低落不爽的心情 而当你写的这种环境 就是阳光明媚的 然后特别特别的清亮的时候 那么这种乐景 它写的也是人物的 乐的那种心情 对吧 比如说被生瓜了 对吧 然后那个看到什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 这个同学们可以记一下 叫乐景 写乐情 然后爱情写什么 爱情该写什么了 爱情 同学把这两句话记在你的笔记上 叫乐景写乐情 爱景写爱情 这个不但在古诗鉴赏当中会出现 我们在读现代文的时候 也经常会问你这个环境描写 跟这个人物塑造有什么关系 你就把握住这个对应的关系 明白吧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小段落 抄完了吗 抄完了是吧 没抄完同学们就按下暂停 网络听课就这样好 你按下暂停 后面就不耽误听了 那我擦掉 我记得小品当中不是有那个 还能金大衣批到那老太太身上了 要说刘德华同款的 还能感受到冷冷的冰鱼 在你身上胡乱的拍了吗 那么我们看这一小段 它呢其实是自然环境描写 对吧 跟刚才的社会环境描写不一样 只要提到什么风啊 天呀 这些都是自然环境描写 那这个描写它有什么作用呢 刻画了故乡深冬严寒的特点 描绘了故乡萧瑟的景象 渲染了萧索悲凉的氛围 烘托了文中的我悲凉的心情 渲染了萧索悲凉的氛围 烘托了文中我悲凉的心情 这是不是爱情写爱情 对吧 是不是烘托气氛 渲染气氛 烘托人物心情的这个基本作用 然后你分析的时候要加上 它是烘托了什么氛围 其实这块应该加一个货号 就是同学们记住答题的时候啊 你必须得把原文当中具体的内容给答出来 别直接写烘托气氛 别直接写渲染气氛 烘托人物心情 你得说渲染了什么气氛对吧 然后烘托了人物什么心情 再答这句话它写出了什么特点 你看互相萧瑟的特点 对不对 你一定答题啊 要多答一些 要具体一些 来 再看第三个 寄托人物的思想感情 寄托人物思想感情 我们看 例如 顾湘文墨又一次提到 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 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园域 大家看啊 那个海昭没有读过故乡 我们读过故乡的同学们 你要想象一下 在故乡的最末尾 它其实是在线记忆中的一个故乡 跟前面的那种萧瑟是不是一种对比啊 你看它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 然后深蓝的天空当中有一轮金黄的圆域 是不是非常美好的景象 那这种美好的景象出现在作者的记忆当中 是他对美好希望的一种象征 那这种乐景也是在写什么情 乐景写什么情 爱情 乐景写爱情啊 乐景 乐景这是我刚才讲的是写什么情 乐情 对乐景写乐情 就是说作者对记忆中的这个画面 其实是喜欢的高兴的怀念的 而且是眷恋的 对吧 所以这一段环境了解 其实是通过记忆中画面的展示 表达了或者说记忆脱了人物的这种 眷恋和怀念的这种心情 那记忆当中是美好的 可现实却是残酷的 两相对比 其实表达的是我对那种美好生活的渴望 而厌倦现在这种 萧瑟的 昏暗的生活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要区分出的 就是现实当中的环境描写和记忆当中的环境描写 那么这个环境描写 不仅仅能够反映人物的心情 还能够寄托他的一些思想感情 他对故乡的喜爱 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再看第四点 反映人物的性格或者是品质 那其实有个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们会知道形容君子一般用什么植物啊 植物 竹子 竹子 对吧 要个什么 松柏 对 这些都是形容这种君子的 那么同学们看 在小说当中也有一些自然环境 他能够反映人物的性格 我的叔叔娱乐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轮船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史降远处 千边远处仿佛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 好 同学们看这两句话 哪个是写好的 哪个是写不太好的 第一个应该是好的吧 第二个不算太好 那你怎么判断呢 阴影 对 一提到阴影 童年的阴影 一提到阴影就觉得不太好 而第一个你看它有什么词 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史降远处 就感觉 绿色给人找 很希望 在希望的天月上 对吧 希望的感觉 而且还很平静 像这种词咱们就觉得心里比较舒坦 那你看为什么这两个环境描写能反映人物性格品质呢 读过我的叔叔娱乐的文章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两个环境描写它出现在不同的位置 第一个好的环境描写 它是非常的名利的 它写的是这个什么呀 菲利普夫妇见到娱乐之前的那种轻松欢快的心情 这个是烘托他们轻松欢快的心情 翻书还快呢 变脸了就变得沮丧沉重了 哎 觉得你看 拍一个富贵的心情没拍上 对吧 啊 这个你看 你就不爽了 所以就会有阴影 那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变化 从灵力到阴郁 从好到坏 其实是这两个人 他的性格品质的一种展示 前面可高兴了啊 见娱乐去了 你看娱乐这样了 完了 是不是 整个这种人物 通过他的变化就能够反映出来这两个人怎么样啊 虚伪很酷 自私 这种性格特征 明白了吧 通过警务的变化反映人物的性格 你看 整个这个他一个思考的轨迹啊 他这些警务 警务变了 人的心情是不是变了 人的心情一变 也就是说他们面对事的时候 不同的品质和性格就浮上来了 一般你看一个人性格好坏 看不出来你得就遇到什么事 跟他过招的时候你就能发现这人究竟是自私还是无私 究竟是爱自己还是不爱 所以同学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一定注意的啊 你长时间的观察这个人 看看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他乐不乐于帮助你啊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是怎么做 也有的东西就是唯一有困难 必须别人来帮助我 别人有困难 我就闪得远远的 这种朋友圣交 不要交友不慎啊 感谢观看